你说什么 不是枪伤 对 我经历的结果就是这样 那它的伤口 是错伤 严重的错伤 错伤 这错伤 你再仔细地给我讲一下 好 枪伤呢 是在遭到外来子弹头的突然打击所产生的 所以它的创口完全是贯通的 伤口如同刀剑 非常平滑 而错伤是撕裂 犹如犬牙交错 既不平整 也不规律 就像我们丝指留下的痕迹一样 那它的伤口 你分析分析 是怎么造成的 我分析 它的伤口 应该是骤然摔倒 而且是左臂线着地 恰巧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坚硬的物体 比如竹棍什么的 将它的皮肉 搓破 撕裂 你还可以再看看 它的伤口 完全符合搓破撕裂的全部征兆 你不会搞错吧 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再给它复查一次 不必了 以我康宏大眼 在日本医学界的威望 我完全可以对这个结论负全责 这万一万一呢 纪会长 既然你这么不信任我 那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教授 你千万不要误会 监管长 这是科学 请不要自以为是 走 监管长 那咱们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只知道 情深如意 宋深南 你来正好 我正要找你呢 找我干什么 有件重要的事情我要跟你商量 重要的事 你还会有重要的事 我说的是正经事 你收起你那一套吧 你的正经事 早就领教过了 你别走啊 赤燕君 我来了 这大清早的 您怎么就安身叹气的 我现在就是酸金火堆里的老鼠 整个一个焦头烂额 您是指周世柔的事情 是我搞错了 他左臂上的伤 不是枪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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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摆平这件事 佳太子 只有请你亲自出马了 我出马 我能做什么呢 赤燕 放开我 你到底怎么了 你还装傻充愣是吧 我 我怎么了 我算看透你了 你是个口是心非道貌黯然 建议四仙水性洋花 十恶不受的伪君子 你说你一连串 你甩出这么多大帽子 你干脆赶上开帽子铺了 你还有脸笑啊 我周知青 怎么会喜欢上你这么个人面受信的家伙 知青 别叫我的名字 我告诉你好一男 从此以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关我的独木桥 咱俩井水不犯河水 你别招我 对了 从此我和你一挡两断 去 芝柔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是池圆把我从家里叫来的 我明白了 他是想让你来当说客 对不对 你看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你都没吃东西 都坏了吧 来 先吃些点心 点心非常精美 可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 十元呢 他为什么不来 他可能在忙别的事情吧 他把我丢在这儿 自己去忙别的事 这是不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 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 智柔 我们能不能不要谈他 不谈他谈谁 他派兵明火直上地 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 如临大敌地压到这儿 又是这又是那的 审门了半天 怎么 现在当缩头乌龟了 他当时那种恨不得 一下子把我置于死地的勇气 哪儿去了 这肯定是误会 全是误会 误会 那我这样误会误会他行吗 我想 我想替他 跟您赔礼道歉 你替他 你替他 凭什么 不管怎样 我和池原毕竟是夫妻 俗话说 付债期还 无论他在外面做错了事情 还是欠了债 我这个做妻子的 都有义务替他偿还 陪礼道歉 你真要替池原向我陪礼道歉 行 那你先陪我这件衣服 你看都搅成这样 没法穿了 陪陪陪我一定陪 陪多少件都行 我带你一起去买 佳带子 我真不知道 你当时跟我说的那些话 是真还是假 我没想到你会为池原 这么不遗余力 我这也是 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 那我想请你 替我向池原 转达几句话行吗 行 您请说 请你转告池原 他编的这个故事非常精彩 情节也很离奇 可惜他安错了主人公 他既然愿意赴金请罪 跪着接受我的一切惩罚 那我责无庞贷 绝不推诿 这个 怎么 他可是拍着胸脯 以一个帝国军人的荣誉起的事啊 池原 池原毕竟是个男人啊 是男人就更应该说一不二 家带子 请你告诉他 如果他还是一个男人 请他兑现自己的诺言 姐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想什么呢 想这么半天 你说话呀 你急死我了 洪先生 嗯 咱们特派员 这事怎么了 谁知道啊 这都这样了 总得有点原因吧 他今天早上出去了一趟 回来就这样了 他今天早上出去了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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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就这样了 你呢 二叔 二叔 什么事这么着急把我给约了 情绪有点不太对头啊 二叔 什么事也瞒不过您的眼睛 您说得没错 昨天晚上 咱们俩精心设计的计划 泡汤了 怎么回事 迟远怎么还不来啊 家带子 请你去找他一趟吧 你就说 我都要急出毛病了 志荣求求您 求求您原谅他这一次行吗 你心疼了 家带子 你可真别怪我不通情理 这钱有车后财有辙对不对 如果不是他池元一郎欺人太甚 我会跟他这么斤斤计较吗 可是池元他如果真的 他以后还怎么见人啊 他见不见得人跟我有关系吗 那好吧 我去帮你找他 就会这么点事儿 这事还小吗 这可影响了我们双方的合作了 究竟什么原因你找到了吗 二叔 我要是知道什么原因 我就用不着这样挖空心思的名思苦想了 也用不着把您请到这儿来了 嗯 常言说得好啊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咱们现在知己不知彼 这仗怎么打呀 所以二叔 您得帮帮我 你看这样好不好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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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是 好 对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乔太子 你哭什么 我真是天一感到丢脸 亏得你还是我的丈夫 乔太子 你在说什么 一个大日本皇军的高级军官 居然会向一个中国女人下跪 负荆请罪请求她的原谅 这简直就是给我们大日本皇军 最大的耻辱 我们大和民族最大的抹黑 我们武士道尽身的讽刺 半个 你还有脸骂我 假带死了 你再说一句 我想杀了你 却姐 您又再说大话了吧 假带死 我现在就是让你杀了我 我谅你也不敢 你是 银花王 本来我是打算过两天再告诉你 可是你这次抓捕沿河一号失利 让我不得不提前现实 不得不提前是 我相信我 能不能留在身上 那期才协谈する 我不得不提前的 我开心了 最后是 我信任你 过两天是 互批遂 这kop 我还知道是 不得不不提前是 不必能的 不得不避免 不得你 这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谁 我是你的朋友 朋友 是我直言 跟你交朋友 就像在狼窝里头养孩子 我有这么可怕吗 大灰狼 谢谢周小姐 我喜欢这个爱情 你 也会讨女人喜欢 凡是男人 这个漂亮的女人 都会像年轻 混蛋 混蛋 该死了 大混蛋 我不是骂你 我是骂那个混蛋 哪个混蛋呀 大姐 怎么了 不哭不哭不哭 齐悦君 有些话 我现在可以跟你讲吗 请讲 自从你参军离开日本之后 我参加了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黑龙会 然后去了江田岛间谍学校 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训练 九一八事变之后 我被拍到了曼洲 以樱花王的代号 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吞灭中国 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这些我以后会慢慢讲给你听 就在半年前 土肥恩总长召见了我 报告总长 樱花王奉命前来 你来得好快啊 接到您的命令 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 乘专机立马就赶过来了 总长 您交给我的任务是 家太子 自从我大日本皇军 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的 北军太平洋舰队 我军现在正势如破竹地 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塞班 关岛 琉球等岛屿 和东南亚各国 由于战线的过长 我们需要大量的兵员 进行补充 所以军部命令我们 三个月务必结束支那战争 抽出兵力增援太平洋战线 而要结束这场战争的关键 你过来看 这是贯通中国的金汉 鹅越铁路 我们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 就必须打通这 可那支支那军队 在这里进行了拼死抵抗 令我军的进展行动缓慢 总长 您交给我的任务是 军部现在正策划一个代号为霸王的行动计划 我就派你到那里去监督他们完成这个神圣的任务 你的丈夫驰援一郎 不是在那里当机关长吗 我祝贺你 祝贺你们夫妇可以团圆一段时间了 这就是我到您身边的主要原因 明白 本来在您设计 签灭了支那人的猛虎队之后 我是应该离开这里 可是周志柔的出现 让我改变了行程 为什么 我也接到了总部的密报 中共的颜河一号也到了这儿 这个颜河一号 多次将我们极其绝密的文件 神不知鬼不觉地倒走 土飞渊总长是他会眼中钉肉中刺 让我们多次的行动导致失败 一直处于被动之中 所以土飞渊总长让我留下 目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这个人 把他干掉 现在你对周志柔怎么看 他还有可能是颜河一号吗 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 这个颜河一号 非周志柔莫属啊 好 笑什么呀 大姐 我是替你高兴啊 高兴 对 你恋爱啦 我们知青啊 要就不爱 这一爱起来 就轰轰烈烈死去活来的 大姐 说什么呢 你可别不承认啊 大姐是过来人 你可骗不了 怎么了 她变心了 变心了 她爱上了一个日本女人 爱上日本女人 你说的这个她是什么人啊 品察局的探长 黄于南 她 探长 刚才有人给你送来了一封信 信呢 我把信放在您的办公桌上了 好 你走 行 快点 你走 快点 走 什么 我才能用你 有没有任何人 佛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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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宏 III教授 对此颜值着着 会不会是 他自己把枪伤做成了挫伤 你可真敢想 怎么 那种痛苦 已经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 更何况她是个女人 这绝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可别忘了 中国共产党人 可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我以前在满洲的时候 跟他们打过交道 对这一点 体会可是刻骨铭心的 刻骨铭心 东北抗连司令杨靖宇 只剩一人在冰天雪地里面 跟我们周旋 当我们击毙她的时候 打开她的胃部 发现里面一粒两食都没有 你既然对周志愁不放心 那我就派人 不掀山 不漏水 秘密地把她干掉 一了百了 干掉 宁可错杀三千 也绝不放过一个 不不不 杀对杀错 这都不是我的本意 那您 深情言和一号 让他们望而生畏 袒腐色变 从精神上彻底地击垮 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特工 深情 它很容易 不 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 什么绝佳的机会 你听我说 志钦啊 我根据你说的这些分析判断 你呀 十有八九是冤枉人家了 我冤枉他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我亲眼看见他 你亲眼看见什么了 不就看见人家好一男 送那个日本女人出门吗 这就说明人家变心了 你想想啊 你想想啊 也许是这个日本女人 对好一男有意思 就去找他了 那好一男得接待吧 这礼貌得有吧 演戏也得演下去啊 就因为这个 就说人家变心 还跟人家打架 你是不是太狭隘了 志钦啊 这是你的老毛病了 遇到事情总是那么武断 总要求别人想的和做的 都跟你一样 非非计白 这怎么可能呢 十个手指头伸出来 还不一般奇呢 是不是 变心这一说啊 就是你强加给人家的 要信任他 也要信任你自己 这种相互的信任 才是你们爱情 牢不可破的基础 你学学我和你大姐夫 我们啊 就是这样信任 在信任中守望 在守望中期待 这是最幸福的 可我把他给骂了 我还说 要和他一刀两断 怎么办啊 你现在后悔了 活该 大姐 人家心里都乱死了 好了 好了 有时间我帮你去找找他 给你沟通沟通 好吗 真的 芷燕 你身为特务机关的机关长 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惨样 你说我是安慰你几句好呢 我还是骂你几句好啊 我丢尽了大人们皇军的颜面 司令长官阁下 您 严厉地触罚我吧 我们的作战计划 已经落到了支那人的手里 惩罚你无异于是马后炮 只能让我的同僚 一方挖苦我不能 对不起 我给您添麻烦了 这种废话以后少说 我要看到你的行动 看到你的成效 我听说 你的手已经触摸到了 中共派来的颜河一号 非常惭愧 这次 这次我又搞错了 让 颜河一号 再次溜掉 非 搞对一回给我看看 现在 就有个绝佳的机会 我想 我只要抓住这种机会 就一定会 有所战获 这不会又是一厢情愿吧 绝对不是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我有个请求 什么请求 请把胡亦凡 借给我用一用 借胡亦凡 我想我想 当村总司令把宝 押在了胡亦凡的身上 万一他有什么闪失 当村总司令的计划就会泡汤 我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我正是为了确保港村总司令计划的实现 所以 这个险由我来冒 我愿意 用性命做赌注 妈妈 医生说了 你每天还是得散散步 好 散步 我散步 活动活动 你看这会儿空气多好啊 大姐 那个夹带子又来找你来了 妈妈 妈妈 那我过去一下 交代子 你来干什么 我再次登门 为我夫君池元的奴莽 道歉 好好好 进客厅说吧 智柔 你们说话出去说 我们家不欢迎他 你看 你在我们家是不受欢迎的人 我还是陪你出去说吧 好 妈 妈 你看 给我 他送的礼物挺贵重的呢 给我 不给 拿来 你这是 我不稀罕他的礼物 新冠不打送礼的 你这是何苦呢 这 你这表走的怎么这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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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探长 您在家吗 我是百惠 妈的 这是那个日本嫂娘们 好探长 我是百惠 您在家吗 你开门吧 开门 开了门我就是一郎入室 好探长 好探长 我知道你在家 你要再不开门 不开就踹了 好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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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谁 好探长 Zam Berry 你能咱准后探长 你去看看 不很好 Ken 我ao 好探长 好探长 你在亲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好了 贾代子 咱们与其这么默默无语地干坐着 还不如趁早散了 该干嘛干嘛去吧 好吧 赔礼道歉的客道话我也不多说了 但是还有一件事 请您务必能够答应我 什么事情 为了庆祝新政府的成立 和第一任市长胡一凡的上任 他们决定明天下午 在峨美酒家五点钟 举行盛大的酒会 社会各界的名流 也被一一邀请 所以我想 您能够陪我一起去 见识见识 他上任跟我有关系吗 我不去 您去吗 这种抛头露面的事我不感兴趣 您真的不去 这还有假吗 那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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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rg 先生 看来还是一位三国民啊 那倒贪图上 看看热闹罢了 看热闹 也要看门道 是你 是你 这三更半夜的到哪儿去了呢 这三更半夜的到哪儿去了呢 妈 看到知学了吗 她出去了 她说她干什么去了吗 她能去哪儿 三缺一 打麻将去了 又去打麻将了 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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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齐元伊朗先生 来 来 让我亲一个 八嘎 你骂我八嘎 你才是大大的八嘎 八嘎 季管长 你喝点东西我干什么 我 我 你丢进了大日本皇军的脸 回去我再给你算家 你把我领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